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脑部有很多不正常的小小的圆形的亮点 从脑部磁症照影的画面中可以看到一颗颗白色小点散布在患者的大脑小脑脑干各个区块 同时周围出现发炎反应 这个可能就是造成妇人昏迷的原因 小颗小颗亮亮圆形的病灶都小于两公分 那这病灶的中心或是偏心会有个小黑点 在发病的早期就用这个很详细的脑部磁症照影做诊断的话 对病人的治疗还有预好是有很大的帮忙的 影像中的小白点是名为猪囊围有病的寄生虫入侵患者脑部造成 影像医学部医生确诊后转由感染科医师接手治疗 在使用抗寄生虫药物两天后患者恢复意识 但寄生虫为什么会出现在脑部 不干净的饮水或者是蔬菜或者是生食 没有完全煮熟的猪肉 这里面它含有这些我们讲的虫软的幼虫 那吃进去以后呢 它会在小肠里面孵化 随着我们人的这个血液呢 那循环全身去 询问病人生活时发现 竟然曾经在东南亚食用过胃充分加热的猪肉 推估因此让寄生虫有机会进入人体 医师表示食材充分烹煮或者是采取素食 都可以降低寄生虫感染的风险 大家新闻黄线 郭佳旭台北新年报道